去去去去 去把酒拿过来 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我说程老板 你什么人哪 我们都变成穷光蛋了 你还要庆祝 我盼望你们成穷光蛋 已经盼太久了 终于让我盼到了 你 从现在开始 你就老老实实地 到我银行做总经理 银行里的大小事务 都由你来管 培养星星 月亮 太阳 继承副业的责任 也由你来管 以后银行怎么发展 统统由你来管 那什么都由我来管了 那您管什么 我呀 我就负责翘二两腿 数钱 喝茶聊天啊 我说程老板 做人做到你这份上 做梦都得笑醒的 不不不 你先别笑啊 你也别闲着 你要过来帮他的忙 他要是做不好的话 我先骂你 不是 你这 程老板 你太神了 你怎么知道 我也想传医过来 跟我一块上班 你们俩是蝴蝶命啊 是吧 你到哪儿去 他就到哪儿了 你现在到我银行来上班 他当然要跟他过来了 来 来 干 我 陈一 爸 妈 陈一 陈一 你在干嘛呢 专业 你就别挖了 咱家的钱不都被人聘光了吗 我的黄金哪 你的九万两黄金哪 千年 别跑 别跑 站住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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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衣 陈衣 把黄金还给我 把黄金还给我 开门 把黄金还给我 陈衣 陈衣 快醒醒 如果你再不给我的话 我就杀光所有的中国人 黄金 我的 黄金 我的 把黄金交出来 把我的黄金还给我 把黄金交出来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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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兰 阿兰 你怎么了 又做噩梦了 对 没事 又做那些噩梦了 没事了啊 明天我带你去看医生 没事 明天下班以后 我去找刘大夫 开两副安神药就行了 没事了 怎么样 好不好看 今天刚买的 真漂亮 而且和你特别搭啊 是吗 来 你也试试 好看吗 好看 你皮肤白白净净的 戴这个比我好看多了 别摘了 送给你 那怎么好意思呢 那有什么的 下个月不是你生日吗 就当生日礼物了 谢谢娘 别客气 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什么好消息啊 什么呀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 爸也答应你去银行 职位是文员 工资是每个月五十块 那么多 我跟爸说 你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 人也很聪明 就是 交不起房租 还要去酒吧工作 老是为日本人灌你酒 灌得你胃都烧坏了 整天都疼 月亮 桂花香 我真的是像在做梦一样 我以前还总埋怨老天爷 没给我安排一个朋友 可到了租界 竟然让我一次遇上两个 老天爷对我真是太好了 你好了 我可不好 你怎么了 因为他 爸 我在银行都工作三个月了 可我就挣四十五块钱 你一来工资就比我高 还有啊 你跟你爸说他很漂亮 比我都漂亮 没有啊 你别冤枉我 我没有说过 你有 这次没说上次你说了 上次确实说过 桂花香 你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也行 那除非你答应这顿你请 然后一会儿咱们要是去哪儿庆祝庆祝 你也请 那容易 行就行 不过 你们得先帮我垫着 等我发了工资再还给你们 行吗 你说的啊 那我们可不客气啦 好 好 给你 谢谢先生 高玲玲 快 高玲玲 你怎么来租借了 月亮桂花香 我们走吧 我还没点东西吃呢 走啊 快点 走 那就走啦 高玲玲 你住哪儿 走吧 叫你啊 叫你哪 喂 人家都不理你了 你还缠着人家干什么呀 高玲玲 刚刚那个人是谁啊 你们别问了 我不想再提那个人 也不想再见到他了 你跟我们说嘛 我们是好朋友嘛 你好像很怕那个男的 他叫徐伟剑 是我在上海上大学时候的同学 很喜欢我追了我两年 但我觉得他不太稳重 就没答应他 他们家是做钟表生意 听说挺有钱的 你们也知道 我们家穷的 连块表都买不起 我跟你们说啊 我上学的时候写作特别好 老师都夸我有天赋 可我每次考试的时候 成绩都很低 就是因为我没有手表 掌握不了时间 就一直写写写 但每次没写完 就要交卷了 那跟徐伟剑有什么关系啊 后来他知道了 就从家里拿了一块金表 还有一对金耳环送给我 我当然不能要了 他求了好几次我都没要 后来他突然跪在我面前 那可是校园啊 眼看着同学们 就要从宿舍出来了 要是被他们看见 我都没脸见人了 怎么还有人脸皮这么厚啊 后来没办法 我就只好把表收下了 但那副金耳环 我死都没肯要 而且我跟他说得很清楚 我只是暂时借用 等考完试我就还给他 谁知道 过几天又来了个新同学 就是刚刚站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子 他就又喜欢上了她 当然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也就没理 可结果 结果什么呀 那个女孩儿花钱特别大手大脚 听说花了徐伟健很多钱 她爸妈知道了就骂他 结果徐伟健竟然跟他爸妈说 那些钱都花在我身上了 还说我问他要了一块金表 和一对金耳环 后来他家里人就来学校找我 骂我不要灵 不知廉耻 还打了我一巴掌 当着同学的面 把金表抢了回去 还硬把我的金耳环给摘了 可那个金耳环根本不是他们的 那是我奶奶丽丝姐 留给我的嫁妆 你 干杯 干杯 喂 你们什么时候把我放下去 很高啊 等你把你的空包喝服了 我就把你弄下来 现在不许下来 太可怕了 就好好待着吧 桂花香 月亮 你们知不知道 我被他们 抢了手表 抢了耳环 还扯得我耳朵流血 我是怎么做的啊 我没哭 我当时特别清醒 我比现在还清醒 我走回教室 还是继继续参加考试 还是作文考试 还是作文考试 结果 我得了第一名 最高分 老师说我写得好 但是就是有些字看不清楚 你们知道为什么 吗 因为我写的时候 眼泪一滴一滴地流下来 他自动弄慌了 别哭了 别哭了 不值 老师 不应该为那种无耻的男人哭 我不跟你说 我们老师也给我出过一个作文题目 不错 我的家人 我也拿了全班第一名 因为我有好多家人 我有爸爸 有妈妈 有奶奶 有弟弟 不是 其实 我一个家人都没有 我爸爸早死了 我姐姐后来也自杀了 桂花香 你别难过了 你们别再喝了 你们再喝就喝醉了 好不好 别喝了 月亮 月亮 好好我认识你了 我以前可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回 我知道了 你怎么先放手啊 别这样 别这样 我害怕 我也是 要不是遇上你 我一个人无击无辜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回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 要不是你们 我现在还一个人 孤零零的在房间里玩呢 暂时你们能不能先放手啊 灵灵 别哭了 没事的 我们想想高兴的事 我们想想 要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 没有那些日本鬼家 我们现在都大学毕业了 你们想想 我们现在干什么呢 没有 让我们把它们 我们 семicas 我 hat 你 我们也不想当 我就是觉得爸每天忙前忙后 为了这个家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好好努力帮他当这个家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做个大当家 你们家的怎么样 喂 喂 你们睡着了 你们搞什么呀 你们别睡着啊 你们把我放下去 我害怕 起来啊 放我下去吧 这个你再再去太阳姐 有这儿啊 那份文件坐好了 请坐好了 明白 您放心 那份做好呢 来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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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机场 这话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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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月亮 月亮 你干嘛哪 这泽有块脏污渔 我都没发工作了 吓 你这样吵到大家了 你看 好了 现在去办吧 去吧 好 知道了 看什么 程老板 曲姐 曲姐 今天新赌场开张 我以为你不来呢 怎么会呢 好 开会 好 开会 好 大家开会 来 都开会了 开会开会了 走 曲姐 曲姐 好 人都到齐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了 曲姐 你现在是我们银行的股东了 所以我想让你了解一下我们银行的业务 今年我们银行 程老板 我觉得咱们银行的经营手法太保守了 有一个行业 我觉得很快就会在租界兴旺起来 但咱们从来没有跟他们合作过 也没借钱给过他们 你们猜 是哪个行业 这个行业就是赌场 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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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大世界的司徒老板马上要开 百勒门的汪老板也计划要开 还不止一家 你们知道的 这些大老板要么不弄 要弄就是铺天盖地 不是一般的阵仗 如果这样 他们就需要很多的资金 我们银行打开门做生意 为什么有钱不赚呢 你们说是不是 程先生 我刚刚说话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刀 你也觉得有道理是吧 英雄所见略同呀 曲姐 现在全国呢都在打仗 大多数有钱人都跑到租界来发展 人有钱娱乐事业自然大有座位了嘛 其实我听说不仅是司徒老板跟汪老板开赌场 好像其他几个地方 曲姐 你这个提议我会仔细考虑的 请你先回到座位来讨论今天的议程吧 程老板 你也知道我今天赌场开业 我再说几句就走了 好 你说 不好意思啊 程老板 你对我说的那件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对不起啊 我不能答应你 曲姐 我们之间的事 要不要私下谈 怕什么 这儿都是自己人 程老板 你开的价确实很诱人 不过我真的不想把股份卖回给你 因为我真的特别想学学做正经生意 你不会连这个机会都不肯给吧 别擦了 别擦了 什么声音这么难听啊 曲姐 不好意思 我出去看看 算了不用了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了 那我送你 行了程老板别送了 大家都是自己的 别那么客气 曲姐 谢谢啊 麻烦你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 价钱方面啊 我还可以再高一点 程老板我都说了不用再考虑了 我打算这辈子都缠着你 做大银行家呢 千万万没有 我一下她就开启了 我明吃了 我我们以太多 还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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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C 刚刚的毛巾呢 哪条毛巾 就擦那块玻璃的毛巾 那条毛巾啊 爸在这 你不是喜欢擦吗 去擦 去 这些数据都要记住 我知道了 用力 用力 好好好 爸 爸 我还怎么了 没吃饭 叫你用力点 爸 我觉得是因为这块灰啊 时间太久了 它不好擦 要不我就买块肥皂 回来再试试好不好 不用了 从现在开始你什么也不用做 别说了 你就给我负责把那块玻璃给我擦干净 擦 擦 爸 月亮他不是故意的 不用替他求去 来的银行三个月 你问问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警告一些乱七八糟没有的破事 这桌子桌子两张摆 文件文件按颜色放 地板不干净的擦 玻璃不干净的也擦 擦擦擦 我擦你个头擦 爸 这人太多了 要不然进屋再说月亮吧 你说 你自己说 你有什么进步没有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进步没有 这些同事的忙 你都帮上了没有 帮过一个没有 非但没有 尽给人家找麻烦 爸 怎么了 谁让你听着 给我擦 我叫你擦 你听到了没有 陈月亮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负责把这片玻璃给我擦干净 爹 你负责给我写一份报告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银行家 把你的理想跟报复写在里面 三天之后交给我 那三天这么短 对 就那么短 我要知道 你到底是个银行家 还是个清洁工 爸 你负责给我写一份报告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银行家 把你的理想跟报复写在里面 三天之后交给我 我要知道 你到底是个银行家 还是个清洁工 不管我有多本 我都要努力做一个大灯家 我走在明媚阳空下 光影流动像云霞 我吹着清风 踏着我的步伐 我骑着自行车出发 天不怕地不怕 我心中的梦想不会倒下 不记得什么时刻 梦想开始萌芽 感觉就像终生喧哗 眼前是腿圆白蛙 心里有过变卦 依然拥抱当初的想法 没有梦想的人想 守护到花样年华 就让时光白白蒸发 像自行车一样的 梦想不需要复杂 一步一步向前趟 进来 来 爸 我写完了 放那儿 爸 时间有点儿紧 我写得有点儿乱 你能不能不要 让其他人看 自己看看就好啦 茶 妈 找我有事啊 你坐那儿去 走 嗯 这儿 坐 我把你的报告 给美人腾血了一份 你们刚刚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意见吗 月翔 你先说 大哥 对不起 我没法给你意见 因为我都不知道 月亮他在写什么东西 东拉西扯乱七八糟的 我看了几页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而且看得我头疼 晟晟 太阳 你们呢 爸 我觉得 有点不太契合实际 爸 我觉得三天能写出这么多 月亮的进步已经很大了 月亮 你这份报告是不是在做梦的时候写的 爸 你看 做梦怎么可能写报告呢 我是写完了以后才去睡的 我觉得你这个人啊 不但学不会做生意 你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上面写的什么 这场战争一旦结束 银行一定会蓬勃发展 我认为 应该将银行百分之七十的资金 拿去农村开分行 这写的什么啊你 爸 是这样 我把这个交给你以后啊 其实我还想找你拿回来再改一下 不应该是百分之七十 你应该是百分之八十左右 你脑袋进水了是不是啊 这银行开分行 当然是要选择越繁华越大的城市好啊 你怎么偏偏选择那个穷乡屁养开 我告诉你啊 那些人不会把钱存到银行去的 因为他们根本没钱 爸 我想你肯定没看过西方银行发展史 农民一旦养成了存款的习惯呀 那么存款的数字 那不是翻一翻 也不是翻两翻 那是十翻二十翻的往上翻哪 这是中国 不是西方 我如果按照你的报告来经营银行 我保证 一年亏本 两年倒闭 三年我就要破产跳楼了 不可能 不会破产跳楼 一定会赚钱的 赚钱你怎么赚呢 你让银行把钱借给那些农民 让他们去买土地 买肥料 引进拖拉机 而且还无底呀 三年内不收利息 那我请问你我银行赚什么 我银行吃什么 喝什么 喝气被疯啊 我们查了很多资料 我们也去问了农民 你要知道 我们银行把钱啊 借给农民 是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钱 存到银行里来 我们去调查了以后发现 他们一家人有的时候干活啊 只靠一头牛啊 那如果我们能贷款给他们 让他们引进拖拉机 引进先进的技术 那他们的收成可 不止一翻两翻那么多呢 对不对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个个都不会进银行 都是目光短浅的饭桶了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 对 是 你们是比我聪明 我是很傻 你们有那么多的优点 但你们身上也有缺点 月亮 你怎么说话呢 程老板 你先坐下来 别生气 月亮 这份报告书啊 虽然是有点幼稚 可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是啊是啊 这个呢多少呢 有点道理的 好 好 继续说 你继续说啊 别说了 你刚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 是不是啊 那想必你对我们有很多 不认可不满意的地方 没关系 你说出来 一个一个挨个地说 我听 你说 说就说 大哥他很勤奋 如果我有他一半的勤奋 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笨 但是大哥做事情也有畏首畏尾 怕东怕西的时候 而且啊 大哥现在说话老学你 我觉得他现在说话的语气 都跟你差不多了 对不对大哥啊 那三地呢 太阳他很活泼开朗的 我们银行有很多女员工都很喜欢他 但是呢他很容易冲动 有时候爱钻牛角尖 我觉得这这就不太好了 说到二叔呢 二叔这个人啊 身上的缺点有很多 暂时我还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什么优点 但是蓝姐就恰恰相反啊 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优点 我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缺点哪 别说话 别说话 那我呢 说说看 其实你这个人啊 霸你这个人 其实有很多毛病的 比如说你很急躁 前几天马主任找你啊 跟你提意见 人家还没说两句 你就说你明白了 其实人家后面还有很多话没说呢 你 你看你这样可不行 还有呢 还有啊 还有啊 还有你这个人容易急躁 很暴躁 有了什么事情心里有火了 你就冲我们职 职工发火 你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们职工没有一个人喜欢你了 我什么时候难过你们撒过去啊 当然有了 前几天啊 你就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的 偷口声声说什么 锻炼我 锻炼我 其实是因为曲姐在外面说了 不开心的事情 让你心里一肚子会儿发不出来 然后冲着我就一顿骂 你说对不对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嗯 爸爸 说你傻 你哪傻了 啊 观察力还挺强的嘛 没错 我上一次大部分的原因啊 是想找你傻气 但是有小部分 我是想记起你心中的那团火 我想把你脑子里那些 你想得到别人想不到那些东西 我统统给你发出来 知道吗 你这份报告啊 虽然有些地方写得乱七八糟 但是我看到你心中那团火了 你知道我看了几次吗 前后我看了四次 刚才我还问你说 你这个报告是不是 你在错过的时候写的 我不是在侮辱你啊 而是在赞美你 在赞美你 在赞美你 知道吗 赞美我 你怕我就是一个爱做梦的人 我如果没有梦想的话 我就不会有纪念 更不会有纪念一行啊 你只要记住我一句话 你的心有多热 梦想有多大 你将来的机会就有多大 好 再会 你可真行啊 月亮 你太厉害了 是啊 刚才都吓死我们了 爸可真是的 一会儿骂得我狗血淋头的 一会儿有关系 傻小子 你说你这儿 这里也够神秘的啊 有好多很难的事 你一下就想通了 这么简单的事 你怎么就想不通呢 回去好好琢磨去啊 真是很奇怪 哥 有女孩起户 谁啊 上上 秋萍让我不要够了 秋萍 秋萍是谁啊 就是前台那个三十岁 还没嫁住的大胖丫头 我 好了 我就快到家了 你们回去吧 好吧 那好 明天见 明天见 小姑娘 哪哈 你快把我回去了 大胖 大胖 岚 小 Gesang 让黑 Price 优优独播剧场 月亮就是你的名字 坠落人间的一个天使 你的心穿扑的沿泥 什么是寂静 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不管狂风还是暴雨 理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地承受着憧憬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眼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左右 满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想装粉丝 进行第一个背后 天地的黑云月亮就会 你在黑云月亮就在黑云月亮就在黑云月亮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